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早上大致上 虽然已经做了这一张图 这些的内容 我们还是要先跟各位分享起 就是说分析这一件事情 请问我们通常会拿到 栏位名称会有文字类型跟数字类型 那我们一般要做分析的 都是分析这些数字类型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像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限式别 限式别它其实 这个限式别应该正确的名称叫 限式别代码 对不对 代码是没有人在分析的 所以限式别代码它应该是文字 而且它因为不是数字 所以没有在做分析 了不起计算 我们总共有几个单一性的限式别 对不对 了不起再分析这一个 总共有几个限式 这样可以了解 没有人在分析说 台北市加新北市等于什么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们这里面如果说把限式别变成是文字 那你去看这边 我只剩下数值的有 全国指标值 分区业务主指标值 还有什么 这个愿所指标值 对不对 只有这三个 这是可以分析的 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先分析说 全国我想知道那个14日再住愿律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以它为核心 再接下来 那你可能要知道说假设我们今天全国的那个14日再住愿律的平均值当作是一个依据 总可以分类出来说哪些业务分区业务组它的指标值是偏高高于全国 哪些分区业务分区业务组的指标值偏低 低于全国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成效分析 好了 我刚刚以上讲的是什么叫分析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